海外市中山區 雙方人馬歡嗆丸等車時不約而同 攔到同一輛計程車 互看不慎也打了起來 而霞區天下第一所新所長才宣布壞言 當街都亂向平傳 遭質疑是不是壓不住霞區勢力 9點外兩名男子不顧警方已經到場 還是在街上扭打成一團 欸 不要打了 哈囉 不要打了 實在好失控 你抓我 我推你 誰也不讓誰 一旁短裙辣妹 幫忙勸架 但兩人還是打得激烈 甚至連鞋子都掉了 有了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中山區林森北路上21號早上7點多上演9客全舞行 當時41歲的劉姓男子和3個朋友 在酒店狂歡到早上準備離開 結果在門口遇到李姓男子和兩名友人 雙方疑似因為攔到同一輛計程車爆發肢體衝突 演變成4打3 7人大亂鬥 轄區警方火速到場壓制 情緒激動 不斷互相叫囂推擠 並有磁辣椒水噴灑行為 警方當場以刑法妨礙秩序現行犯逮捕 近期中山區街頭並不平靜 但密集發生治安事件似乎有跡可循 天下第一所中山分局中二派出所的所長才剛換人 隔天轄區酒店就傳出殺人案件 現在事隔不到一個禮拜 又有大批的酒客在街上大鬥歐 難道轄區警方壓不住了嗎 這個月14號北市警局才公布 原任中山二派出所的所長侯洪哲 因為身體健康因素自行請調 由原本原山派出所的所長陳亦典接管天下第一所 結果15號長春路上的酒店就發生殺人案件 6天後輪到林森北路上演街頭亂鬥 地方議論紛紛 中山區龍蛇雜處身設場所多亂子也多 天下第一所所長才剛宣布壞人不到一個禮拜 殺人鬥歐樣樣來 就怕地方惡勢力凌駕公權力最大受害者還是當地居民 記者陳如游樂委 台北是我的